大家好,我是Shirley 來到日本旅行還是留學啊 都會有一些小煩惱 就是這些零錢 日本這些開銷 零錢積了很多 然後怎麼用都用不完嘛 只要付個一千元 就一大堆零錢進來 然後那些小錢包馬上就裝滿 然後只是有一些超市啊、超商 給人投,投零錢下去 還可以換紙鈔出來這樣 但是那些店家真的是挺少的啦 超級特別的是 日本跟台灣的銀行有一點不同 就是他們的ATM 他們可以存那個零錢進去 我覺得非常非常方便 那這些錢不是存起來所基成的 它只是我每一天付錢都是用 一千塊啦、五千塊、一萬塊 這樣子付 然後得到的零錢我不去花 全部所累積起來的 那為什麼我要累積這些錢呢 那我就想說買一個這個大創的這個玻璃瓶 然後把五百塊、一百塊、五十塊、十塊、五塊、一塊 這樣積起來 把這些全部積起來之後看是什麼樣子 這個就是我今天想要做的主題 那其實我有把五塊拿起來 因為之後像去神社那些我覺得都可以用 所以裡面就不怎麼會有五塊啦 就是大概是五百、一百、五十、十塊、一塊這樣子 那全部用起來之後 我就拿去存到那個銀行裡 我不知道這個會用多久 那我們就開始吧 我就邊聽音樂邊用吧 那首先我先把它給倒出來 全部都出來了 超級多的 那我先從五百塊開始了 請期待它全部排成之後 會是什麼樣子 好五百塊就這樣子嘛 那現在換一百塊 下面是純金色的五百塊 上面是銀色的一百塊 現在只要換五十塊 那我就把五十塊放進去吧 現在換十塊 這個分出來就方便多了 OK 完全分得出來了 喔超漂亮的 好那就 現在先把十塊給放進去吧 現在分成分得很明顯了 那現在再把這個 白銀色的 一塊就把它丟進去就好了 好 耶 完成 這樣倒酒 26分鐘 大概半個小時 金色 銀色 還有銅色 還有白銀色 這樣就完全用出來了 大概是這樣子 那待會我就把這些錢給存到銀行裡面 然後看是多少錢 這樣子喔 我預計有五萬 預計有五萬差不多 好 待會就來看看了 最後的結果我也寫在那個影片上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我這部影片的話 請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有67,449耶